亲爱的朋友您好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林清玄的散文 一生一会 我喜欢茶道里关于一生一会的说法 意思是说 我们每次与朋友对坐喝茶 都应该生起很深的珍惜 因为一生里能这样喝茶 可能只有这一回 一旦过了 就再也不可得了 一生只有这一次聚会 一生只有这一次相会 使我们在喝茶的时候 会沉入一种疼惜与深刻 不至于错失那最美好的意愿 生命虽然无常 但并不至于太短暂 与好朋友也可能常常对坐喝茶 但是每一次的喝茶都是仅有的一次 每一日相会都和过去未来的任何一次不同 有时 有时人的一生只为了某一个特别的相会 这是我喜欢写了送给朋友的句子 与喜欢的人相会 与喜欢的人相会 总是这样短暂 不都是为了这短短的数小时做准备吗 这生情的一会 是从前四十年的总成 这相会的一笑 是从前一切喜乐悲心的大草原 开出的最美的花 这至深的无言 是从前有意或无意的语言之和 累积成的一朵洁白的浪花 这眼前的一杯茶 请品尝 因为天地化育的茶树 就是为这一杯而运生的呀 我常常在和好朋友喝茶的时候 心里就有了无边的想象 然后我总是试图把朋友的脸容 一一地收入我记忆的宝盒 希望把他们的言语 眼神 微笑 全部典藏起来 生怕在曲中人散之后 再也不会有相同的一会 一生一会的说法 是有点幽期的 然而 在幽期中 有深沉的美 使我们对每一杯茶 每一个朋友 都愿意以美与爱来相付托 相赠予 相珍惜 不止喝茶是一生一会的事 在广大的时空中 在不可思议的因缘里 与有缘的人会面 都是一生一会的 如果 有了最深刻的珍惜 纵使会者必离 当门相送 也可以烧减遗憾了 因此 茶道的一生一会 说的不只是相会之难 而是说 若有了最深的珍重与祝福 就进入了道的境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